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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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一发生性之后有一种男人 他就会有一个强烈的控制欲望 而这个强烈呢又带有暴力性的时候 这个女方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后来在很多国家专门立法 就专门针对一个家庭暴力立法 来制止这种 而且甚至还有保护令 就是如果女方一旦说这男的有暴力 你只要申请了 他就可以要求这男的不能靠近你多少米 禁止令 对 禁止令 所以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这个我看英国这个案件 这个男的就有这特点 但是这女孩因为无知 他没有及早的去采取一些措施 对 他挨过好几回的 不是回一回 听说这个女孩还是某个什么集团老总的女儿 就是家境 家境非常好 他这个坏就坏在这 就是他钱太多 我上次说过 就是他钱太多呢 他给他钱他又不吝息 因为他喜欢他 你看他那个照片上身高比 那男的比他高那么多 如果练过空手道 随便一出手都特别重 那很重的 因为我们是有时候跟那个 我年轻时候跟那个摔跤的人 一上手就害怕 为什么 他手跟我们手不一样 对 是吧 所以他这个随便一次的 就是还不是至于死地的击打 你头够呛 如果你不能引起警觉 就像梅金老师说的 但无知 他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后来能出现这种情况 不停的 他认为 我认为有钱的女孩会发现这个 发生这个问题 就是他认为用土地换和平 就是我拿钱给你 我给你多花钱 你所有的 我替你还信用卡 你还 他心目中说你花哪点钱 那叫啥钱 我把钱给你 你不就对我好了吗 他恰恰是这个害了他 那男孩说 我花了你的钱 我就离不开你 我离不开你 可我又不喜欢你 这事就很烦 或者说我就特喜欢你 我控制你 发现你跟别人有事 也不成 这个就是 你看这儿是 当地时间2月6号开庭 这个杀死他的男友约旦马修斯 这是在法庭上承认了他的罪行 他不后悔啊 杀死他之后 说他欠打 他就说他这必欺欺 就去欠打 他说他暴打女友的原因 是看到女友手机上 有另一个男人的信息 然后呢 检控官说呀 这种殴打是极具恶意 且持续一段长时间 被告是成人误杀 但否认谋杀 所以说是在酒吧里嘛 碰见了这个这个帅哥 空手道黑带选手啊 然后呢 哎 这就发现这个这个 这个BCC发早就发现 这个约旦有暴力倾向 多次让他旷客 赔他 给他交房租 交水电费 买车给他 但是还经常辱骂他 就是他男朋友辱骂他 一文不值 就是说 有时候啊 就你讲的 他还有一个极强的控制欲 控制欲是因为他是有钱包啊 谁不控制钱包啊 你从这个角度很容易理解 他就是我控制你是因为你给我花钱 还是说是一个容易嫉妒的男人 就是让这个 我没法评判 我从他行为上 我没有能力 我不是学这个 我评判不出来 这个就是在男女之间啊 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对婚姻这个问题是没有准备的 嗯 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当时很幸运 我有一个老师 他就专门研究这个家庭婚姻问题的 然后呢 当时带着我们参加了一些学术研讨会 我在那之前就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后来我就发现这个 其实就是我们讲恋爱是一码事 婚姻又是一码事 这个恋爱很容易 但是婚姻呢 他确实是需要选择的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男的他跟这女的在一块生活 就天天打这女的 后来离婚以后 他跟另外一个女人生活 他就不打了 这就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有人讲缘分 实际上是两个人的性格问题 而且还有一物降一物 对 他有的就是女的能降这男的 有的就降不住 然后反过来男的老控制这女的 哎 您讲的这个很有生活 就是 我不是说有您的生活 我生活很顺利 不是 我说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其实啊 把婚姻跟爱情联系起来 是比较近现代的一个观念 在古代没有讲婚姻跟爱情 但是我发现啊 这玩意是福也是祸 因为呢 现在一般都讲没有爱情 怎么结婚 可是爱情这件事啊 我不知道能不能有 叫爱情 我身边见到过一些啊 就是小年轻的 我现在发现他们有一些模式 就是啊 激烈的感情 其实到底适不适合 走入婚姻 或者长期同居 就共同生活 就有些时候 你说他爱啊 他爱起来 那家伙非常强烈 但是他相应的 他另一面呢 这个互相的占有 互相的控制 也到达巅峰 这可能是人有动物本性 就是说我特别爱你啊 现在的这个 小年轻的谈恋爱 我发现有一种模式 跟小动物似的 你看我到 我就老说 我说我到非洲大草原上 看这个 这些一些羚羊啊 还是一些什么动物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这个 一个公的 看着俩母的 然后呢 远处还有一个公的 他说俩母的就有点 把这公的 呱呱呱呱圈进来 一天就忙活这个事 实际 今天有了手机 有了微信 这社交媒体 我现在发现 很多小年轻的 打架 就打什么架啊 这个男朋友呢 就在管这个女朋友 要看女朋友的手机 看女朋友的微信 女朋友呢 又觉得 他管控制我 控制的太严了 我难道没有社交的自由吗 我不能跟别人去泡巴吗 天天 你说他爱吧 咱们想象的这种恋爱 恋爱强烈的时候 就有时候就表现为 互相占有 就互相控制 互相溃叹 反倒是那些 我们认为好像 没有那么强烈感情的 那好像适合 长久夫妻过日子 对 他不是特别在意 其实我 我个人觉得就是 恋爱啊 就是生活当中 有很多学问 这个包括夫妻 就因为你一辈子的生活 他也是有很多知识的 而我们 比如我们法律规定 22岁就可以结婚了 就是男的22 你的20 但是20和22岁之前 我们的课程当中 有没有讲过婚姻和恋爱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恋爱 爱你可以爱一类人 但结婚只能是一个人 为什么 另外就是说 婚姻到底应该怎么选择 我认为 比如说 就我的个人的建议 就孩子上初中 要如果是儿子 爸爸就应该跟他讲一讲 我当初怎么选上你妈妈的 这个结婚啊 选女人应该选什么样 这个错误是怎么犯的 对 但是他会比较客观 就是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 那妈妈要跟女儿要聊 就是选男人 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 不是 咱们现在 没见老师 你没发现有一个电视节目 就是带着父母去相亲 那父母都世俗的要死 他有多少钱什么 都很世俗 您说这也是一个问题 都非常可怕 但是这种生活都会不幸福 就是你真正的幸福 实际上就是父母好的婚姻 那种示范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如果你早点跟孩子谈这个问题 他在选人的时候 他多多少少会考虑父母说的这句话 而且您刚才讲这个小鲜肉的这个问题啊 像我这个岁数的 我过去还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我这个朋友圈里 也有了一些这个小姑娘 后来我看他们天天发的朋友圈啊 我真的是发现 本质上这个东西 有一种交易的关系吧 就比如一个女孩 如果我长得不大漂亮 你就看她整天在泡巴 在酒吧里找这个这种小帅哥啊 什么甚至是炫耀这个一夜情 这都出现了 就是说 昨天我把一韩国给帅了 这还漂亮的跟什么似的 你看他会 他会有一种交换 甚至就是说 我养着一个小鲜肉 这咱也听过 很多女的辛辛苦苦挣钱 甚至去坐鲜 是吧 我养着一个小帅哥 他就是这种交易关系 这算是爱情吗 我认为这都是活在当下 就是他认为他活得很好 实际上这种这种现象都是 都是就是我认为就是 烧纵济湿的一种东西 而且存在着潜伏的危机 就是说 他不碰到是碰到 要不就没事 他一旦碰到的话 就危险非常大 你比如性病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人要有什么样一个背景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类似这样的 就是说我只爱到现在 我不管你的过去 我认为我们很多爱情都是电影里教的 小说就成为我们怎么去谈恋爱的一个教材 但是这种教材它是不用负责任的 代价是你自己去体会的 当然现在是有个问题 小说的责任编辑 要负责任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我们过去认为婚姻是个长久的事 是终身的事 所以我们的婚姻这个契约中没有期限这个限制 就是你到死为止 是吧 除非你离婚 那么今天很多年轻人根本不是这样 我们今天的社会呢 不支持长久婚姻的一个建立 你比如我们大量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去年闹得沸沸扬扬各地很大量的排队离婚 为什么 是为了买房 什么夫妻一离开就能买两套房 不是怎么着 这些法律的出台本身就对这个本身岌岌可危的制度 就就产生了一个一个催化作用 这个催化作用呢 你知道大量的在这个买房的诱惑下 本身那种貌合神力的人借机离开 很多人就付不回来 回不来 回不来 这个肯定是有数据的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数据 这个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离婚的人有百分之百的回来了 不可能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社会呢 破坏婚姻 就是我们假设婚姻是一个非常这个牢固的制度 但是破坏的因素在增加 过去破坏的因素没那么多 你没有微信你看什么呀 是 你没有手机你看什么呀 是是是 过去了撑死了 就是接家里打黑电话 拉根绳 旁边人耳朵一啪你也说不成什么 哎 今天你的有密码你可以不让人看你可以用指纹封着谁也看不到是吧 每个人他的社交圈这里他有真心的想逃出这个这个这个婚姻的这个这个这个束缚的有那种临时调情 因为我认识很多人就是男人或者女人他调情就是生活的一个寄托他并不想出这个歌 他就觉得调情好玩 比如这女的很漂亮有个男的追他他说我到底看他怎么追我 他就跟他调情 对 他并不想迈出这一步 但是这个东西一旦被他丈夫看见呢 完了 你有一万个嘴你说不清楚这事对不对 你调情没有你肯定调情了 对 但是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社会的不利于婚姻的因素在急剧增加 所以导致我们一些后果出现就像这样的情况 所以现在甚至有些人提出婚姻呢 在可见的未来会消亡的论调吧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说到这儿我还要跟李老师我跟您求证一个事 我没听您说过这个观点 就是我们那个有个那个说把文涛的微博底下有个网友留言啊 您看听说请您做节目叫兰博基尼在谢斐这么一个网友 他说可以让李梅锦老师来谈谈婚姻吗 李老师一直觉得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我以为时代在前进 女性不需要非依靠男性和家庭证明自己的价值了 婚姻终将消亡 文涛能不能说服李老师尊重多元的价值观 您有这个观点吗 这个观点好像人民大学的一个专门研究这个婚姻的一个专家说的话 不是您说的 还是周教授说的话 周教授说的话 这个名言我知道 但不是我的名言 为什么 是我的 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 但是呢 我确实是比较主张传统的 因为我认为人类社会在它整个延续这么这么多年下来 它只要是传统的东西一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么这个我我个人对这个婚姻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确实不合 如果没有孩子 完全可以自由来决定 但是如果要是 比如说我对很多年轻人都讲 如果你要是很爱一个人 你可以 然后呢 结婚之后呢 你先不要着急要孩子 如果你要觉得不靠谱 那你就更不能要孩子 然后两三年之后 你觉得你俩能往下走 你再往下走 你再往下走 你就要孩子 如果你刚开始就有孩子了 你再结婚 这事就很麻烦 因为它涉及到另外一个人了 对吧 你要如果很不负责任 说我们俩不行 分手 那对一个孩子来讲 就等于一个房屋被拆了 所以我对婚姻的问题 是这样一个观点 也就是说 你要不打算要孩子 就俩人玩 比如同性恋 那你爱怎么玩怎么玩 对吧 你们俩反正也不涉及到孩子 但是你要抱养一个 你也得负责任 那么您这个观点 我接着推理 就是是不是隐含着一个背景 就是您觉得 父母婚姻破裂的孩子 对 几乎必定心理成长不健康 也就是说 我们研究犯罪的这个现象来看 就是出问题的 就是未成年时期 在18岁之下就犯罪的 你看吧 基本家里都有问题 所以我认为 就是说一个社会 它的人的质量 和一个社会的家庭的状况 是密切相关 在这点上 我认为婚姻要认真对待 因为它涉及到 你整个民族的质量 但如果只是个人幸福 那我主张 你要如果不要孩子 你可以 你比如说 这个两人 这个有的就没有 就是两个小夫妻 天天出去玩 也有的 今天我跟这个 待上一个月两年 然后再换一个人 你不要孩子 你怎么都可以 但是眼看这历史潮流 这家伙离婚都一半了 我觉得梅金老师 还是非常传统的说这个事 因为我们假设两个人是相爱的 假设生活了两三年是合适的 然后假设他又生了孩子 问题下一个假设就出现了 假设插进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事先不知的 因为我们今天社会让插入 让介入的这个事情太多了 而且这种介入呢 是有这个教导的 什么教导呢 就是这个影视剧 你看我们的影视剧 大篇幅都在渲染这件事 主旋律就是出轨 对 如果你没有人就不看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事是很正常的 我介入这件事是太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那么这个介入有各种这个复杂的社会背景 比如你一开始两个人啊 比如是从小城市来的啊 这是过去的背景也不好 但是靠打拼突然发了个财 发财以后啊 你说什么男人男人有钱就学坏 是吧 女人学坏就有钱 对对对 哦是这这么好 下一句还有 这我还说到 后一句 我下一句我脑子短路 对 就是他这个事呢 就是这个钱是一个 就是在经济社会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个经济社会 它的催化作用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在这个没撼动他的时候 是那个钱不够数 而不是他有定力 钱超过一个界限 就我碰到一个朋友就说 他说钱是有压力的 我说什么叫钱有压力 他说你比如说啊 说我去买一个东西 买个东西 我跟他怎么谈都谈不成 他后来就说 我非得把那东西买回来 同样的钱 我给你十万块钱 你不卖给我 对不对 他取了十万现金 他拿了 就摆在桌子上 开始的力量 他说你现在卖我 就我东西拿走 这钱就是你的 你要不卖我 我把这钱的上不眨眼的 装回我这包里 我就走了 我再也不找你了 他说人家卖了 他说你跟他谈数是没有用的 他看不见 他看见那东西的时候 那时候那钱还大 就是那个十块钱一张 十万块钱货顿一大堆 一下就把他给压垮了 所以他说这个钱的压力 会导致你在瞬间改变想法 很多人就这么犯的错 马先生说 我记得他看过一个 好像一个电影 我不记得名字 讲的就是什么 一个就是穷困的 不算那什么 就是算屌民吧 小两口 然后遇到一个 这个很有钱的巨富 然后看着那女的了吗 然后就是也是说 多少钱你赔我一宿吗 一百万美元 对对对 那个电影 先叫您说这个问题 这个当时小两口 犹豫半天 最后还是同意了 同意了心里有别扭 对吧 所以这种就是 钱和情的那种冲击 这个事实证明 爱情和婚姻都非常脆弱 他经不起考验 所以你也不要随便考验他 这一考验就 就玩完 对吧 但是当然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您说的这个选择了 就咱说这个育人不输 你看从这个案子的灾难性后果来看 你育人不输 甚至命都能玩没了 对吧 可是这里边又有一个命题 就是现在网上经常说 说为什么美女总是遇渣男 实际上不一定是美女 丑女也经常遇渣男 那就是就遇到这种渣男 为什么好像还 他还非要跟他在一起 你看打他 这个养着他 他打着你 然后这个谁劝都不听 这个女的还非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 您觉得这是个什么心理 他也是肯定从对方身上得到某种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因为像英国的这个这个女孩 我觉得他16岁就出去了 他其实在生活当中 他是家庭生活并不多的 而且我个人认为他父亲在他身边时间也不多 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个孩子心理当中 你会发现就是女孩早恋 很多情况都是父亲不在身边 就是单亲或者说他在爸爸 比如说军人或者什么 就是他老不在身边 这种女孩往往从初中就开始早恋 就是他他接触男人 就是男性他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因为过去只跟妈妈接触 所以男孩也一样 如果他的家庭当中 妈妈这角色缺失 他也容易早恋 所以这个英国这女孩 他之所以跟这男孩 可能他也是得到了一种 感觉这个是个男性 然后和过去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因为成长当中多数都是同性别刚开始 对 然后他只要遇到异性的时候 他有一种吸引力 被打都过言 对 但他不知道这个危险 其实就是我认为没有人告诉他 如果就是你要是婚姻 或者你一个同居的男伴 他要只要一动手 这个人就肯定会以后还动手 遇到这种情况 多好都赶快离开他 我还听见那天有一男的跟我说 说这个女的 他要跟你的婚姻生活当中出轨 他第二次肯定还出轨 对 这个行为的一致性是有的 但是就是那你比如说过去有一个词 这就属于到人性当中有些优微之处 比如说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什么的 就是说一个长期的极度强烈的控制欲 要控制你的男人 甚至是虐待你的男人 有时候反而啊 这个女人会不会就习惯了 还是甚至变得离不开他了 对他有一种依赖 我认为这实际上还是要具体案件 具体分析 就是说有些女孩 他在那种被男人控制的 完全控制的情境下 他为了生存去迎合对方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我他这个男的 虽然控制这个女孩了 但是男的本身还是有一些好的东西 这女孩发现了 然后他会觉得完全不是真正的坏人 所以我愿意跟他在一块 而且当他又知道他有不幸 我记得小时候看过那个叫 叶塞尼亚还是什么 就是一个电视剧 其中就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情节 就是他弟弟是被私生子被抛弃了 但他事实上呢 他很仗义 他很帮助穷人 后来这个女孩被他绑架之后 发现他其实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那么这种情况呢 有时候他也会出现真心的爱上他 所以我认为这个斯德格尔摩症呢 他像是就是现在很多人不分 认为只要控制时间长了 被虐也会爱上他 不是这样的 他有些就是北京 咱们那个好像河南是哪发生过一个 就在地下室 然后埋了好几个 藏了好几个女的 对 他们之间还有一个被杀的 然后这些女的都争相邀功啊 洛阳 对呀 最后这些女的还能跑还是跑了呀 他并不真的爱他呀 只不过在当时表现的爱他 那是属于就完全你的命运决定 就是我的命由你决定 那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讨你好 给你一个好印象 表现我爱你 但是真正到时候他还是分开的 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英国少女这个事呢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文化 因为中国文化中呢 第一说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这是一个 他有一点坏 我能忍 对吧 另外中国的过去传统文化中 男人动手打女人 他觉得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 如果他知道这些东西呢 他对这个事就没有警觉 如果西方社会那女的就不干 因为他文化中没有这个要素 你敢动手 这事就到头了 性质变了 性质就变了 但中国人认为 什么打是疼 骂是爱 这也是一种文化 喜欢不够用脚踹 对对对 过去它也是一种文化 所以这种文化都会都潜在的时候都会起作用 喂 您刚说这个我还得补充一下 我就是说这个有些丈夫打老婆呢 也是看什么样的情况 有一种是无缘无故的 他只要一不高兴就打人 还有一种情况确实你有过错 比如媳妇对这个公婆不孝顺 这丈夫打两下 这是两个性质 那您说像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怎么能看出来 比如说这个找男朋友 怎么能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这个人可能有这个潜在倾向 一般要是男的动手打人 结婚超过三个月就会有 他这是他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 就是我们叫暴力性 所以现在评估这个包括犯罪人的暴力性 他有些犯的人他犯罪 但他不暴力 比如灌偷 偷完还偷 他就觉得这钱包我就要拿 但是他不暴力 所以他他只有再犯的可能 但他没有危险性 可是有些人他可能 你比如说当时那个北京的那个摔孩子 那个 那他在监狱里头列那个课传字 然后写那个小微课 最后出去以后 你看喝点酒还是这样暴 也就是他的暴力是一贯的 那还有一个 我们这导演还问的 就说你要说男 那女的男的怎么能看出这女的有暴力倾向 女的暴力倾向 一般的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外形就会有问题了 我现在觉得也是有一种女孩啊 真是就说家里都是宠他吧 就变得你就觉得这个坏脾气 就咱就说这个大公主脾气 其实就是整天跟人添堵啊 就弄的男的也很烦 你知道吗 就是天天没好气 校园里的那个霸凌啊 这个凌那个基本都是这种女孩 霸的就是称王称霸 一般就是小孩刚一青春期长大一点 就想当老大 那是霸 就要霸王说了算 一群人围着我转 女孩是什么呢 他要看上一男孩 那个男孩不喜欢我 要喜欢另外一个 他一定要凌辱这个 所以你说的这些女孩基本都是宠大的 就家里百亿百顺 什么都而且有权有势 什么都罩着 这种女孩有时候就容易出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我们全社会对这个处置太轻 拉回去教育 家长都领走 实在不行赔点钱 这都最坏的 这是最忙的 所以我觉得倒是美国那个校园霸凌事件的那个处置 对中国人倒是一个教育 就因为我也 我专门写过文章 我希望尽快的立法 尤其因为孩子都太小 今天我们那个就是每个孩子 尤其男孩子 现在女孩子也是这样 男孩在成长过程中 想称王称霸的这个心 是一个动物的动物性的本能 你为什么要学习 就是约束你这些行为 可是在校园中 就初中开始 现在小学都有时候都有 初中高中是最危险的 到大学就好很多 而且就是 所以男女 他就是永远的主题 这个男女关系当中 我记得文道就曾经说过一个 就很多种这种畸形的恋情 就是说彼此是彼此的刀和伤口 但是人们特别不理解的 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两人会形成这么一种 我就说这个锁定关系 这个实际上就是心理学当中研究 他和他早年的创伤有关 就是很多人 他比如说他早年 他有过被虐的经历 他到成年 他对虐待 他是能适应的 就等于你知道吗 就是你离不开伤害你的人 这个事情很奇怪 他有些人 他早年有过这种创伤 比如说妈妈和爸爸离异了 妈妈对他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依赖的对象了 但是他妈妈经常又不高兴的时候 就会对孩子有虐待 那么这个孩子就是被虐待 也不会离开他妈 然后他到成年以后 他的婚姻当中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所以我们叫复制 所以为什么就讲人的很多的 他成年的表现 你看不到原因的 大多数他早年有过这样类似的东西 还有就是彼此的这种控制 有些人是控制欲非常强的 那甚至就真的能到看你的手机 还有一种 就是在这种虐待之后 又有更强烈的爱 那更可怕 那也是一种 很多人打完架 就骂到最后他后面来一场 生滑了 把这事儿全给搞了 所以他对这个事儿不可怕 佛利德讲生和死 实际上虐就是一个死 然后他有时候就以性的方式来结束 那又是一个生吗